我呢先给大家看一份邮件 肯尼亚航空发来的 就是关于我的这个行列延迟的一个邮件 有什么亲爱的礼业什么什么的 我们非常抱歉 怎么样子 行列反正就一直就找不到了 因为都过了九天了 然后让我就填一类似于一个单子 还要把这个就是登机牌什么的 全部都要准备好 进行这个保险索赔 就相当于是他们已经找不到了 给我赔钱 哎呀我这个帐篷 怎么也得值个万二八千呢 当然是应该不可能要价这么高 估计要上个一两百美金问题不大吧 耽误我这么多事 然后我把我这个行李牌 这个登机牌原始登机牌 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李小票 看没有这些东西啊 有的时候不要小瞧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留好了 就有大作用是不是 你看还有当天他给我给的一个登机 我都把它放好 过一会儿呢 想办法找个地方装起来 交给刘勇 然后刘勇帮我去索赔 然后我今儿个还有一个大事 你看这是我的那个盘顿起立马扎罗的那个诊书嘛 我一直放在这个电脑包里的就是压的 你看这边边角角的是不是 都不好看了 我呢打算找个人帮我把它带回国 因为这个内罗币啊是有直飞的 就说有中国人可以从内罗币直接飞回去 而他们飞回去呢就可以帮我带点行李啊 我行李不是很重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百多万亿 一百八十万亿的钞票也在这里头 把它也带回去 放到家里 像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挂在家里 蛮有意义的啊 跟挂奖状一样的 好这个放这儿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收集的硬币啊 钱呢 然后各种票据啊什么的 因为我过会儿要出去 还是到那个远大旅行社那边 交给他们让他们帮个忙 收拾一下 哦对了 这个索赔索赔这个钱呢 他还要我的这个护照的一个采印件 过会儿我哦 我应该还要再签个字确认一下 好了 签个字 真的是 所以说大家到非洲国家来旅行 其实说白了大家到国外来旅行 知道吧 好多国家 他这航空公司很容易丢行李的 就注意知道吧 写事写完了 把它装好 就说 大家到国外来旅行 这个贵重物品啊 尽量的随身携带 就不要脱运 因为有些有些国家他这个机场管理的真的是很差劲的 有的时候他有有些工作人员能打开包就顺东西顺贵重的 真的有很很正常 小张哥就被在沙特坐飞机就被顺走了好几千块钱 他把钱居然托运 他真的是心大 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是行李丢了 他去找 就是找个几天以后呢 他再给你说啊找到了 给你发过来就很耽误你事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 找都找不到的情况 他直接索赔了 那你有的时候索赔的价格也不会很高 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这个东西 他就说你这东西就不值这些钱 反正一口咬死 有时候也没办法知道吧 所以说国外旅行呢 尽量的什么电脑啊 贵重物品啊 钱啊 还有重要的一些票据什么的话 反正你们一定要自己准备好 就是自己背 不要说是让他拖运 这么快吗 刚下的单子 他就在这附近 好的 出门了 先去把这东西送过去 哎呀东西多得要命了 这什么这 紧带上的 我来内罗币天气天天都是这样子 蓝天白云大太阳 刚才那个车把订单取消了 现在又重新叫了一个车 马上过来了 就是大家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就应该感觉得到 我好像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币 就从来没有走过路 没错 这就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币的生存之道 就给大家讲一下 你如果作为一个游客 或者是就算是你是作为一个在这工作的 也几乎是几乎是 尽量尽量不要在肯尼亚内罗币的大街上 一个人瞎晃 知道吧 因为这个 风险系数太高 知道吧 你看我认识的很多环球旅行者 他们说在肯尼亚内罗币 就是都被抢过 就抢劫啊 他这边这个抢劫蛮严重的 而且专抢中国人 知道吧 不是说是你这个怎么怎么再努力 再再小心 知道吧 有的时候人家盯上你了 是吧 就觉得就搞你 还有就是这个警察这一块也是的 知道吧 很多警察呢 也是专搞中国人 就像我一样的 已经是被搞的 就是无奈了呀 所以说就不敢走路啊 你一出去 你不要以为你的手续齐全 或者是你是合法入境 或者是你一切都没有违法 人家就没有办法搞你了 知道吧 搞你的办法太多了 知道吧 这就是肯尼亚内罗币 基本上在这生活工作的中国人 我听说的反正没有谁是喜欢一个人到处 在肯尼亚内罗币首都到处乱晃的 知道吧 还有就是 除非 除非你的话是有朋友几个人 然后开车带你出去留打 你不然你不要乱跑 嗨 不然我已经叫了车拐了 其实我过去也就是两公里多吧 还是要坐个车的这样的安全 OK OK Let's go All right 还有呢 就是在肯尼亚坐车 前排呢 肯定百分之百一定要系安全带的 但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司机也是中国人 你也是中国人 你的后排呢也坐的是中国人 那么尽量的有的时候 在城区或者是在有些地方呢 把后排的安全带也系上 虽然说这个大家所有其他的人 当地人或者别的国家的人 不系这个后排安全带问题都不太大 但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要是不系后排安全带 那问题就很大了 这这么的就是基本上就犯了死罪了 搞死你 肯定是要花钱的 你知道吧 这就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都都被这样搞过 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还有就是这个大街上啊 他他虽然说是普遍的 其实老百姓都蛮蛮友好友善的 但是还止不住的就是哪一个摩托车 就可以一把子就把你东西抢走 你还是要注意 知道吧 然后肯定亚大街上呢 很多地方也不让就是拍摄 你要是在肯定亚内罗币 就是拍照拍一些建筑或者什么东西 你如果拍不好了你就进去了 他们就把你抓住了 我就是被抓住了 哎呀 反正在这儿真的是 这个城市真的是我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说是走这么多城市 唯一一个我这么胆子大的人 都不敢一个人到处跑到一个城市 真的不敢的 因为他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贫民窟 然后比较不稳定 晚上记住 晚上了以后 更不要说是出来 就一个人出来知道吧 要么就是坐车安全一点 这里就是远大非洲中国的一个旅行社 就是余总和肖总他们的办公室 哎我今天是周末 我刚刚给那个小 哎 有人吗 喂 余总你在 哎我跟那个小区联系的 我说我放个东西在这儿 就这东西 他到时候找个人帮我 放点内务吧 好 他到时候找个中国人回国的时候帮我带回去 他这样子 周末就您在这儿 哎呀 又有一批物资回国了 就把这个分好 没有问题都不大 其实我环球旅行 无非就是收集点这些东西 有个纪念的 你看这都是 这些票啊 门票啊 还有钱啊 硬币啊什么的 蛮有经意义的 好了 搞定了 哎呀 印象的话 9月份 10天以后就应该能到国内了 只要到了国内 就有机会家放好 等我明年什么时候回去 好好地做上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相框 把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票据摆在那儿 就比如说像我的证书是吧 还有剩的一百万个亿 我把一百八十万亿挂上 是蛮有意思的 快走 好了回来了 去花了两百 回来花了两百 但是我干了一件大事 只要把我的东西能成功的送走 哎呀 那就是阿弥陀佛了 今天也不是很想出去逛 就是 之所以我一个人不敢在肯尼亚大街上逛 是因为确实好像也没有中国人一个人在大街上逛的 还有就是 80%以上的原因吧 都是肯尼亚的警察 有的时候对我们华尔人的态度 他不是很友好 动不动就是想了搞我们 主要是警察 其实老百姓的话 普遍的 都蛮热情 友好的 有时候你只要搭车旅行 就是走哪你只要记住 只要搭车就行 就搭车 然后尽量的也不要在大街上玩手机 摄像尽量的也 不要摄像 也不要拍照 这样子的话 你的旅行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你 把这几项都犯了 那你的体验感就不太好了 就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次来呢 我就是很聪明了 是吧 反正也不会说是给肯尼亚的警察 任何搞我的机会 真的一点机会都不可以改给他 我出门就走那么个三五步 上个车以后 立马到地方 然后下车以后进去 办完事以后出来 继续交车 永远不要在这个大街上走路 知道吧 就是说 其实抢劫和小偷都是其次 有的时候你把手机只要装好 不玩的话 就很难被人抢了 是不是 那那个警察要搞你的话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知道吧 他能找到很多理由 说不定你哪一点 你自己忽略了 他又被搞了 知道吧 有的时候他有可能 就像我那时候 在耶稣堡不是曾经说过吗 那啥事没有 就是旅游的 他觉得你有问题 他就让你回警察局 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利 你说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还有就是肯尼亚呢 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 还是到肯尼亚来旅行一下 肯尼亚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他至少说是有一个 就是动物大千席 脚马和斑马群 过河过马拉河 这么一个天国制度 就是这个真的是 旅游界的一个 就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一定要来体验的 虽然说贵一点是贵一点 但是真的是很超值 当你看到这个就是近万匹 或者是还有在来 加上可能几千匹 这个斑马如果说同时 过河的时候那种震撼的场景呢 是真的是无法由言语来形容 只能是震撼你的心灵 而加上你前期又经过了这么久的等待 了解了这个脚马群的这个就是这个作战思路 这方面我就觉得我真的好神奇 动物 动物界居然也能组织这么大规模 这么长的距离 这么聪明的这种就是大纤细 以前真的是想不到 以前当然了看 纪录片或者看人家的文字 完全也体会不到 反而是到自己到了那边去以后 只需要一天你就佩服的五体头地 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了 就这么一个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其实有的时候 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警察呀 或者是移民局呀 或者是海关就是海关这一块 如果说对游客的态度 就是不是很好的话 就游客就不是很想在这消费 就是你看我 我的话 你住也是住我们华人的 然后吃也是吃华人的 你本身的话按理说的话 我去逛逛街买上一个这个GoPro 是不是最后一想算了 我就不想在你这消费 然后那天去那个 安理说我买身干新衣服 是吧最后一想也算了 我也就不想在你这消费 知道吧 你你你你没了进搞我 我也不想消费 真的就是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好了就这样子了 拜拜下个视频见